64岁的资深男星王中皇 出道多年靠着精湛的演技 辱获不少观众的心 他多次演出反派角色 不只让人又爱又恨 每个角色个性刻画写实又强烈 更是常留在民众的心中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在戏中饰演反派 但是戏外却是大好人 被骗前后又投资失败 令人看了惯惜 如今又传出 漂亮的女儿人生有大变化 引发外界讨论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王中皇出道多年 虽然在演艺圈的资历很深 但是私底下的他相当善良又热心 曾因为想要借钱帮助罹患古来的粉丝 结果却被骗 后续更是投资惨赔 过得不太顺遂 而他有两个女儿 其中二女儿王彩杰 出道一年备受瞩目 外形亮眼 加上遗传自爸爸的演艺实力 出道后颇受欢迎 然而近日传出 女儿已经悄悄退出演艺圈了 王中皇说 大女儿正在银行上班 而且还结婚了 至于一年多前出道的二女儿 虽然跟着爸爸脚步闯荡演艺圈 但是后来却决定退出 现在也在做理财专员 王中皇说 女儿看自己在演艺圈的工作不稳定 尤其在有工作的时候 每日每夜的拍摄 如果没有工作 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 他觉得自己是希望稳定一点 所以跟爸爸说 好吧 不想再走演艺圈 王中皇也表示 就尊重孩子的选择 至于二女儿的婚事 自己会不会忧心 他则说其实女生就是多交往多见识 如果之后不结婚 甚至不想生小孩 做爸爸的都不担心 也觉得没关系 也叮嘱过 就算结婚后如果觉得不适合 那离婚也没关系 对孩子相当开明 其实人生有很多选择 也不一定演艺圈就是唯一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